来看到台北穆迪合奏团 今年受到德国穆迪著名的作曲家 史纳伯的邀请 到德国进行围棋15天6场的演出 在指挥刘永泰的率领之下 成员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也与当地民众一起做了一场美好的音乐交流 在当地穆迪乐团的演出开场下 台北穆迪合奏团在德国汉堡的演出正式展开 首先带来的曲子是德国知名作曲家 也是这次巡回演出主办人史纳伯的交响舞曲 让现场观众们听得如痴如醉 成立于2003年的台北穆迪合奏团 首次出国演出 在指挥刘永泰的带领下 这群年轻的团员跟德国爱好穆迪音乐的观众 进行一场美好的音乐交流 祝汉堡办事处长竹建松康利 也到场表达支持 很高兴台北穆迪合奏团到汉堡来演出 这是一个交流的演出 非常成功 让德国人也了解台北穆迪合奏团的水准 这是一种文化交流 他们都是我们台湾的文化大使 我们非常高兴他们来 我们乔包也非常高兴 很多人都来参观 我们希望他们下一次有机会再来 合奏团表演演奏曲目中 还有音乐大师李泰祥的《橄榄树》等各种台湾的名曲 主办单位更特别邀请观众 和台北穆迪合奏团一起合奏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乐 《快乐送》先由石纳波带领观众们演练 再和台上乐团一起大合奏 演出成功带来当晚的最高潮 我们的团员从小学一直到现在大学毕业了 而且已经大部分的团员都在工作了 我们在一起吹笛子已经有十多年了 这次非常非常开心能够应邀到德国来做巡回的演奏 所以把我们台湾的乐团能够在德国这块土地上面分享 分享我们台湾的好听的音乐 好听的合奏音乐 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可以把台湾的美好带到德国来发扬光大 然后每个团员都已经在这个团员已经练了十几年了 然后我们第一次到欧洲来 所以特别特别的兴奋 演出结束后观众们纷纷大喊安恐 台北目的合奏团也特别吹奏台湾民谣 为这次演出画下完美句点 汉堡是这次合奏团巡回演出第二站 前一场在汉诺威加布森的演出 左无虚席大获好评 也受到当地报纸大篇幅的报道 团员们也将继续巡回 将台湾的音乐带到德国各地 谈谎湾电视检余方 德国汉堡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